端午节吃粽是民众过节的乐趣 但市售粽子大多若米做成 不仅纤维质含量少 且使用高钠或高糖食材热量很高 台北市卫生局邀请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和平富裕院区营养师 研发颧骨粽及轻食采树粽 让民众掌握端午健康饮食重点 台北市卫生局这边 特别针对端午节来跟联合医院和平院区 来做一些合作 那推出就是健康粽子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我们市售的一个粽子 最主要的状况的话 是它都是用糯米制成的 那糯米本身因为它的淀粉的性质 它比较难消化 那以我们传统的一个粽子来讲的话 原则上我们就是会用 比较重口味的一个调味 那在肉的部分的话 都会用五花肉居多 那当然的话 如果有搭配上一些菜脯啦 或者是咸蛋黄的部分 那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粽子 会有比较高的钠跟油 那甚至于是糖的部分 那一颗粽子的热量 大概是会打500到600大卡之间 高油高热量可能对身体产生隐忧 陈一婷也呼吁有这些身体状况的民众要注意了 同时分享制作粽子关键五要点 那针对如果说本身有慢性病 例如说有高血脂高血糖或高血压的部分的话 其实高油高糖的一个食物的话 那它其实会引发就是相关的一些生化素质的一个改变 那当然本身如果有肥胖的问题的话 事实上这个热量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也可能会造成民众的负担 所以可能在饮食上呢 就是如果有吃这样的一个粽子的话 会需要做更多的运动进行热量的一个消耗 那原则上我们去试算 如果说以60公斤体重的一个人 大概要消耗掉500到600大卡的一个粽子的热量的话 可能要渐走大概2.5小时 大概15公里的距离 才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热量完全消耗 那这次联合医院和平妇幼院区的营养师 事实上提出五个关键的要点 让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可以比较健康 第一个呢就是尽量以低脂少油的一个 少负担的一个方式来执行 比如说刚刚有提到 我们传统的粽子会用到高油脂的肉 例如五花肉跟美花肉 而且都会先用油育先拌炒 那在这一次的设计上呢 我们其实是用猪里肌肉来取代五花肉 来取代这样高油脂的一个肉的一个食用 那当然我们另外一个款式是 轻食的柴树种的步骤 我们是利用蔬菜跟主食淀粉类的米混合在一起 那就是用玉米笋胡萝卜等食材 来增加我们的一个纤维的一个含量 那当然我们一般的粽子 都是用糯米为基底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淀粉基底来做一些替换 例如说现在其实很流行的全国杂粮的部分 很红的像梨脉啊红梨啊 甚至我们使用燕麦这样去取代部分的一个糯米 它可以增加它的一个膳食纤维 还有一个质化素 减少我们淀粉的摄取 那像我们这次设计来讲 全古种我们就运用的小米跟黑糯米来做替代 那另外采出的部分刚才有提到 除了玉米笋跟胡萝卜以外 其实我们还使用了新包裹 然后让粽子的丰富性更多 然后口感也更好 那当然另外来讲 刚刚讲到 如果说像是咸蛋黄啊 或萝卜干这种高纳的 最主要的它其实是用来做 粽子的一个味道的提升 那其实我们在风调的手法上 另外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用辛香料 或者是具有香气的食材 来添加这样粽子的一个香气 就是说我们可以运用姜啦香菇啦 让这样子一个粽子的味道 变得不一样 而且也用到比较少的调味料 那当然刚刚有提到 咸蛋黄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这次设计上 就是用安全蛋来取代咸蛋黄 来降低这个钠的含量 那如果说呢 我们民众要从市面上直接买 一斤包好的粽子 两个选择方式 一个你如果是包装好的食品的话 其实你可以透过看它的营养标示 在同类型的食品 也就是在众多的粽子里面 去选择它可能在热量啦脂肪啦 或者是糖跟辣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粽子 来做选购 那当然如果是现场制作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要注意它的一个环境卫生 和它的保存方式 那避免影响食品安全 当然因为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空 自己来做健康粽 包健康粽 所以如果说从市面上买市售的粽子 刚刚提到 就大概500到600大卡热量的一个粽子 想吃这样的粽子也没有关系 那但是就建议大家粽子的话 就是适量摄取 如果它的份量比较大的话 事实上你可以跟新盆好友一起吃 分食一人吃一些 那同时搭配呢 就是至少补充一份青菜 然后配合补充一份水果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会让这样一餐的那个 营养跟热量上会比较符合需求 也比较均衡一点 同时陈怡婷也提醒若要买市售粽子 也要注意制作环境卫生 避免影响食品安全 且要看营养标示 选择少油少盐的重口味 注意搭配蔬菜等纤维 帮助消化 记者温郁君台北报道